我超變大了 大家好,我是宇宙 啊,很久沒拍這個系列了 現在想到 啊,可是呢第一,忙學業 第二呢 這個的話,我說貼文應該會PO 所以就不談了 好,那這三階的角色呢 啊,同樣是一個跟 王爾基利 豌豆貓一樣,就是非常有年代的角色 這隻呢,基本上被 因為KB數跟血量,所以被 就是,嫌棄很多次,但 聽說三階的話,血量可以突破300 再加上一些本能突破 還有一些什麼波動,感覺可以翻回一層嗎 反正我不知道 這隻的話,我好像是從 從,玩貓戰的 一個月後都抽到了 對,玩貓戰的一個月後 這帥啊 錯錯學了嗎?可能他進化中 腿變更白了 這怎麼唸 按摩 噢,這是你按摩 噢,沒有,這是驗 驗魔總長愛嘛 在重大時刻 換上特別服裝 進行審判的驗魔女王 拿出幹勁 全力一副 通通給我小心點啦 有時候使敵人攻擊一下 這樣,並能抵消波動 呃,到三階的話 就是增加了一個 傳送無效 跟動止無效 感覺沒什麼特別的加強 然後本能方面的話 有波動 波動我之後應該會去升啊 但 會不會拿出來用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攻擊一下槍 這個的話就是一個 非常的好用的全屬性 全屬性 同樣也包括五屬 就是白敵 所以 應該可以變成一個 很好的 前排消波 然後 古代詛咒無效這個的話 我應該會偶爾去升 但 詛咒無效不會影響消波快 而且我是用章魚骨毛跟超人毛去進行消波 所以呢 應該也這樣不太到 這個 等一下 體力的話 很多人說建議一點 50等 是60等 血量可以直接突破百萬 或是快到百萬 但傷害呢 依舊一般般 呃,而且 對於前排消波來說的話 那KB輸跟血量 其實配不在的了 但三階的話 搬回一層我覺得是可以的 OK 一階 一階 二階 三階 有點檔 等一下 其實愛馬上是我一個還蠻期待的三階 因為 從抽到一刻 然後加上其他角色都有三階 為什麼他沒有的時候 我想很疑惑 然後去查網站之後 還發現原來他沒有進行三階的一個動作 然後 只要 就是 近幾個月前 聽到 我想說啊趕快省一下 看一下 哇 薄荷不夠 然後薄荷拿到之後 靠杯要月考 月考完之後呢 還要去忙一些 就是 偶爾還去玩一些角色 不然就有CFB 回來團說之類的 然後搞到之後 完全忘記這個系列 懂嗎 反正 等一下 對 對 對 好 變大 反正 反正 白髮多說實戰好不好 實戰是自己 呃 算我最期待的嗎 我已經收到一個我覺得不錯的波動關卡 我想嘗試一個東西 剛才呢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拉滅王 所以他還硬撐過去的 那假如 我說假如喔 只有艾瑪的情況下 他可以用他的血量扛多少次的傷害 不會好奇嗎 對 就是 我們就把那些輸出角 然後呢 坦克 之前排的話就放艾瑪 而且艾瑪是神羅的 沒有好奇 呃 好 可以V1了 可以V1了 不要開 直接來 看他放艾瑪 就是前排的話 因為他本身血量就已經夠高了嘛這樣 然後再放上一些也有著沒有的交波啊這類的 說不定真的可以啊 有可能這個說不定 可能真的很強 我覺得他跟章魚五熊貓還有一些角色 唯一就是比較厲害就是因為第一他是大貓 大貓代表說他可能血量會比牠們高很多 或是相對來說一隻可以扛牠們起十隻的概念 講評的時候我要換這個畫面對這個畫面比較方便講評 總體而言的話三階愛貓我個人覺得還是不錯用的 但有可能是因為舊船難度太低 因為既然打到真船的話偶爾可能還是用超人貓 三階的強度有還是有的 血量呢也跟上原本的KB數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 那KB數還是有點太不好 而且他是一個比較偏向於 假如章魚虎貓是中距離的話 那他的話應該就是已經變成坦克跟拉麵王同樣的 拉麵王強貓已經同樣的一個階段 就是已經在前排了 這樣他如果是以扛波來說的話 那他無法在後排完全扛波 敵王假如真的傷害高打過來 扛波就是消波快結束 那一個波動少全場這個 無法避免但是呢 血量呢還是算不錯的 三階至少扳回一層 可是在四星 又或者是一些 一大隊有的沒有的關卡 可能就是比較弱一點 這樣的話 章魚虎貓跟超人貓 還是什麼 一大隊有的沒有的貓 就是能抗波 能抗波波動無效啊 還是什麼波動滅值 在四星的EX跟西偶角色就是 還不錯 可是今天是一個超級角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好問題來了 我剛才講的幾個不錯 嗯 之後的話我可能還是會用啦 畢竟 我還沒升到五十等 說明升到五十等之後 像破百萬 我可能可以拿去打一些 呃 你們懂的最近股東嗎 二十萬傷害 我說不定可以用一百萬傷害去扛 扛五下 好這個先 這個點子有點爛 好那今天也放棄結束了 記得訂閱按讚一下小鈴鐺 所以說見面 從這裡到大家 我去做 掰掰 一下小鈴鐺 最好 三